城隍老爷生日快乐 不管是大同区的恋恋大道城 还是中山区文昌宫的祈福活动等 深具在地特色的基层艺文活动 还是各区举办的成年礼活动 新移民成长课程 甚至是防训期前的区里防灾演练 中加宽评地方新闻记者深入地方报道 让社区民众以不同视角看见地方的人文特色 也因此获得各区公所颁发感谢状 肯定中加宽评对社区的贡献 我想中加宽评在社区里面 帮公所做了很多很多的公益的宣导 那对于社区的各项的政务的推行 还有社区的走读等等 都提供了非常大的一个宣传的效果 那也特别的感谢我们中加宽评 对于公所的协助 那也希望未来能够持续的 跟中加宽评做合作 那希望我们社区的各项的活动 都能够放大它的效益 让所有的人都能够知道 政府的一些作为 那让社区更加的活络 其实有线电视设立的最初衷 其实就是这个地方媒体 那所以我们就是说关心区里大小事 那我们的地方新闻呢 除了每日报导各区的这个地方事务以外 同时我们也透过地方走读的 这个特色新闻专题 去深入每一个区里 报导它的地方人文历史 还有这个专题活动啊 地方议题等等 那我想这一次我们也很高兴 就是这个区长 我们的报导受到这个各区区长的 这个关注啊 那也颁发给我们感谢 我们其实是得到很大的鼓舞 有别于全国性的媒体 有线电视系统与在地有着深刻的连结 中加宽评旗下有线电视系统 透过制作优质的新闻以及专题报导 充分展现地方媒体特色 未来中加宽评也将以行动与热忱 持续深耕在地 提供更多元面向的高品质节目 成为地方资讯的传播者 以及在地文化的推动者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